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哇 下来看 看我的 不开花的最好 开花的是香味出来了 但是吃起来的话 不开花的吃着好吃 因为蒸出来 不管是蒸出来弄出来 它不嫩 吃起来还筋筋的 开花的吃起来是香 但是吃起来软软的 口感不好 你看这些都是没开花的 我的篮子呢 开花 在这边 这要一个勾勾一勾 我勾那边去 嗯 我这篮子哪没了 这里 你的篮子呢 放在手上 好放东西 妈妈 你中国也在吗 他看最好怎么弄啊 是不是 有蚊子他别吃了 是吧 那不客气 他弄我们的 他怎么难得 他怎么不来 出来将当善 这好像也残一点 这个长得大 咱们在北湾西湖上 我那天光吃个野草野菜 他吃的那个嘛 他吃的叶饭嘛 一家到五就排花就从土吃到一样 这些呢就是今天摘的羊怀花 已经摘干净了 今天呢给大家分享将储存羊怀花 先将这些怀花全部冲洗干净 把上面的成土冲洗干净 再拎干水分 下来锅里水烧开后 把洗干净的怀花 倒入开水锅里面焯水 用大揉勺翻动怀花 烫的时间不用过长了 只需要把怀花烫至颜色变绿就可以了 然后把怀花控水捞入盆里面 再用凉水过一遍 怀花超过水后再用凉水过一遍 然后用两手使劲穿干怀花上面的水分 摘干水分后放在透气的工具上面 将怀花均匀的摊开 将怀花均匀的摊开 最后放在阳光充足的地方快速的晒干 这会儿怀花已经完全晒干了 然后装进保鲜袋里面 放在阴凉干燥处保存 这个晒干的怀花吃的时候很简单 直接用开水泡开 用这个干怀花和肉馅 加一些粉条包包子吃 怀花咬着津津的特别的香 现在这是吃羊怀花的季节 喜欢吃羊怀花的朋友 赶紧趁着羊怀花还鲜嫩的时候 储存一些吧 等到了冬天 还可以感受到怀花的鲜香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如果您喜欢我的视频 请点击视频下方 添加关注 点赞 转发 咱们下期视频见